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四川省梅山市是全国有名的甘菊主产区之一 在当地甘菊上市的时节 这儿的农户有的忙着采果子 而有的呢 却在果园里忙着搞直播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水果 它就是啪啪干 啪就是软 我们拿在手上那个感觉 它就会很软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说它才叫啪啪干 它不仅有个某某大的名字 这个味道是相当的巴士 看下这个啪啪干 现在这个啪啪干 它这个果肉 它这个颗粒感 它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标皮是非常的薄 脂水是非常的浓 张宽友是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此时它正在为自家种的啪啪干 做手机直播推广呢 来 尝一下好吗 四川省梅山市是有名的柑橘之乡 每年三月份是啪啪干采摘的旺季 在果园里 记者提出了很多人 都经常有的疑问 这个啪啪干是不是就是丑菊 不知火呀 圆滚滚的身子 头顶也有些凸起 我们市场上常见的丑菊 不就长这样吗 不不不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怎么说呢 来来来 我们拿个布子火过来看一下 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布子火跟这个啪啪干 这个啪啪干它的表皮非常的光滑 还有这个布子火是非常粗糙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 就是在我们这个果地的这个位置 我们布子火这个帽子是非常高 这个啪啪干就没有 啪啪干学名叫春剑 有春天收获的含义 丑菊的学名叫不知火 它们俩是看着相似 其实完全不一样 先说外形吧 啪啪干的表皮十分光滑 可丑菊的表皮则充满了颗粒感 显得十分粗糙 虽然它们顶部都有凸起 可爬爬干戴的帽子比较低矮 发扁 丑菊则像是戴了顶高高的绅士帽 不仅如此 当脱掉这层外衣时 爬爬干裹皮更软 更容易剥离 这是因为它里面的裹皮和裹肉 是脱离开的 所以爬爬干才摸起来软搭搭的 而丑菊则正好相反 更特别的是 爬爬干每一半裹肉里的肉粒都不一样 这也决定了爬爬干和丑菊不同的口感 它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我们爬爬干它是一个纯甜 然后水分很足 我们不知火是酸甜脆爽的那种口味 每年的春季 爬爬干的销售 那都相当火爆 是看到这种风收的西边还是觉得不累 还是觉得累点还是好点 踏实点 手里都是好不足 有此不足 然后每天呢大概要发三十分左右 发往全国各地 采摘 分剪 包装 虽然销售火爆 但每一个果子那都得精挑细选 就连果子的规格大小也有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把关 在传送带上 不同重量的果子会被自动识别 分流到大小规格不同的区域 我们每一箱获得正负不能超过一两 今年山里的爬爬干又丰收了 果农们忙里忙外也十分高兴 可要是往前输几年 当地人种爬爬干 有件事可谓是弹枝色变 黄花病 中间人都怕 冰前花了 没啥效益 咋个不怕呢 黄花病主要表现在 果树生长期荆叶的颜色部分 或者全部由绿变黄 而叶片上的大面积黄化 就降低了叶片光合作用的能力 严重地直接导致柑橘大幅度减产 几年前在这个柑橘之乡 爬爬干的黄化病时有发生 后来找了专家咨询 农户才发现 问题的根源 最后还是专家给出了 土壤改良的建议 只有科学施肥 来抵御土壤带来的黄化病问题 从果树的幼苗期 就要选择蛋 磷甲 配比科学的肥料 同时肥料中还要富含 腐质酸等 可以修复土壤的有机质 当地果农用了几年 效果非常明显 现在的土壤抓紧切进去 就全部成果成绵绵 它就是肥了 肥好的话 树子才展示才好 土好肥足 这大山里的爬爬干等果子 才能顺利生长 通过科学用肥 梅山市大山里的爬爬干 远离了黄化病 果农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除了科学施肥 要想果子长得好 到了每年十月份 这满树的爬爬干果 还得穿上一身白袍 放眼望去 大山里一棵棵的果树上 都像是挂着朵朵白花 还真有点变山梨花的感觉 走进再瞧 原来树上的每个果子 都套着层小白袋 要说苹果套袋挺常见 可这爬爬干 光吃果肉不吃皮 为啥还要套个袋子呢 三位的说是每年都要套 必须要套 其他的都可套可不到 原来爬爬干在十月份 果子就长挺大个了 可里面的果肉 还得过个冬天 到春天才能成熟 所以一旦果子没有保护好 冻坏冻伤是常有的事 它是要过冬 就必须要套袋 套一袋 要防这个霜 防这个雨 防冬 做是这一条 光套一层袋子也就罢了 可这袋子上 还套了个报纸的遮掩帽 这又是为了啥呢 就一道工序吧 不行啊 为啥呀 它在上面有个屋子的嘛 屋子里面如果是进了水了 它就会掉在 爬爬干和丑菊的果形很特别 四川眉山地区又多雨天 如果不多套个报纸 雨水就有可能存积到 果子顶部的凹槽里 时间一长 果地连接处就会慢慢地腐烂 果子一沉就挂不住了 所以在梅山市里种爬爬干 一到了十月份 就必须给它们套上袋子 一个果子有三种工序 必须这样子做 套包子 缠枝脚袋 如果不用报纸遮雨 就得在果树外 加一层简易的塑料大棚膜 总之 对果子的两层保护 缺一不可 种果子的时候科学施肥 等果子出来 再穿上件过冬防雨的外衣 这样种处的爬爬干 行美味甜 想不好都难 不吹牛 掏16,100个袋子 就掏了8914斤 卖出去的 平均就是五两多块 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湖北 每到四五月份 在湖北大大小小的池塘田耿边 总能看到有人摸黑下水 他们要做的 是去收获一样 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成果 凌晨两点 周振华带着记者 走进了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池塘中 一般都是凌晨两点多钟 再出来 早晨为什么要来这么早 早晨不早 到市场上去吃了以后 就买不到夹心了 周振华说 眼前的这些池塘 里面可是藏着很多宝的 这些小家伙喜欢咒服夜出 在夜里活动觅食 是他们的习性 所以这个时候来收获 是很轻而易举的 这就是养殖户们的 致富宝贝 小龙虾 这就是活力强 活力强 活力很好 哇塞 这些活性很足 这虾很健康 对 看这样的场景 是不是很高兴 那是肯定的 都是玩得丰收的时间 新鲜的小龙虾捕捞后 简单分级装框 就要马不停蹄地 送上运输环节 一厂能装多少 大概两万斤左右 每天几千两 几千两吃了 从这发到生活割地去了 在生活割地 现在便宜老百姓也吃起 需求量是大的吓死人的 传统的夜宵大排档 品牌餐馆的主打菜 小龙虾为主的外卖 可以说 小龙虾和这个即将 越来越热的天气一样 火了餐饮消费市场 京门市地处汉江中下游 河流湖泊众多 因为水源充足 养殖户还在一些池塘 将小龙虾和螃蟹 混养在一起来增加收益 它们同是甲鞘类动物 都生活在池塘的底部 吃的食物也很相似 荤的素的也不挑食 在自然界中 螃蟹和小龙虾是对头 当它们一见面 免不了要大战一场 干大汗的时候 小龙虾和螃蟹 有一点打架 它们会互相残杀 都因为都有大钳子 那么 怎样才能减少它们的打斗 并且让它们相安无事地 生活在同一水域呢 通过观察 它们发现 是在池中缺了一样东西 水草 因为小龙虾和螃蟹 生长是通过多次脱壳来完成的 它们在脱壳的时候 一般都要找到隐蔽物 来隐藏自己 躲避敌人 于是周振华让工人 在池塘里种上了水草 草也是个虾子 一个休息的场所 草在水里面 还可以给虾子 治养 这个草上面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虾子 需要的蛋白质 供虾子来切 水草多了 底气生物多了 虾蟹就不再自相残杀了 朱振华他们后来发现 只要控制好小龙虾和螃蟹的密度 并且定期管理好水草 就能够保证小龙虾和螃蟹的 和谐生长 但是无论是养小龙虾 还是养螃蟹 朱振华他们每半个月 都要对吃底的肥水 进行一次交替更新 这些水中主要是 小龙虾和螃蟹的粪便 食物残渣和一些草渣子 对于养殖户来说 这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清理的废物 而这对于坡上的柑橘种植户 断修全来说 却为了收集这些肥水 专门在山坡上 建起了一个个 像这样500立方米的蓄水池 他们都是废弃物 我们就把它拿来 就是便废尾巴 别看建池子花费不小的成本 老段可是打着如意算盘的 这个水泥它很肥沃 它里面的这个有机质非常高 我们基本上在灌开的时候 每十天就拉一次 虾血肥水成为了柑橘树 免费的营养餐 不过老段在早期种植局原始 也是吃过大亏的 他令我们来到 几年前种的柑橘树旁 你看这个树就是 严重的这个老化衰退 这个树就基本上就没有旧了 这没旧了 已经没有旧了 这树开着花吗 这树 你看它虽然开着有几多花 它这个枝也不发达 不壮实 没什么叶子 树叶也不茂盛 它这里面云阳就完全就跟不上来 都说是根靠叶养 叶靠根长 老段种的是柑橘新品种 红美人 这个品种 它的果实非常大 所以对于营养 有特别的需求 一般我们搞的这个金苹果的话 都在250克 那里面水分含量大概有多少 它的水分的话 就最少都有200克 这么多 就是它的水分大 用上这虾蟹肥水 只是老段照顾红美人的初级手段 为了保证果实的品质 它还对树下起了狠手 一般的果树梳花梳果 都会保留营养旺盛的顶花顶果 老段他们 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前端的花芽枝条 统统剪掉呢 它这个枝条非常脆 非常柔软 它柔软到什么 这都不会断 这都不会断 它柔韧性很好 柔韧性非常 它这个挂上果 苹果挂多了以后 它能把很高的果 它全部压到 拖到地下 所以在这个阶段 就得下狠手 对 就得下狠手 就要重剪 该回缩的这些东西 全部要把它剪掉 让它这个 把它往下垂的这些枝条 凡是下垂的 全部都要剪掉 让它的枝条 慢慢往下 像上样 保证营养供给 让更多养分 留给中段的果子 这样既可以让果实不落地 不影响品相 又能够让果子 稳稳当当地挂在树上 汲取营养 这是老段的第二个手段 为了保证柑橘树 在生长时期 能够吸收充足的养分 它还有第三个手段 这个阶段 老段他们 还专门请了山羊来帮忙 天气好的话 他们就自己出来 在这个局园里面吃草 但是晚上之后 就自己回去了 五千只山羊 每年可以为这个局园 提供大概在三千多顿 这个羊分 有了这山羊 不仅能够吃掉 柑橘园周围长得 茂盛的青草 还能用羊分作为营养 供给柑橘树的生长 不过 要想让红美人 个个都成为精苹果 还是得从根本想办法 我们准备是让它根系更强壮 因为只有根系更强壮之后 虚根更多 它的吸收率 吸收锻炼酱养分 包装充分量 它的吸收率才会更高 它的产物才会更多 在种植全场 适用厄中肥料套餐 这是断修权提高 红美人品质的杀手锏 套餐里的特别活性物质 能够发挥不一般的功效 土壤微生物 有益菌群大量增加 土传病害 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通过对红美人的精心管理 老断家的果子 不仅外形周正 果肉水分充足 而且口感上 也有了明显的优势 它比邻居重的 糖度平均至少提高了三度 经过一年的试验之后 甜度大概是在 11月份的时候 可以达到17度到18度 自从用上了 虾蟹肥水和糖泥 配合微生物和营养物质的 及时补充 再加上对树体的精心管理 这红美人的长势 是一天比一天好 老断家八成的红美人 都能达到精品果标准 在提高果实品质的同时 每亩地还能够至少增收600斤 我们用中医的理念 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减肥增效的问题 而且有效地改良土壤 改善猪生长的微生态环境 每到丰收时节 周正华和养殖户们 在水下收获了小龙虾 螃蟹 在岸上 段修权他们巧用虾蟹肥水 收获了鲜亮饱满 枝多味甜的红美人 好一派和谐的重阳景象 在这儿小编提示您 5到9月 红美人正处在果实棚大期 可以及时地补充钙肥 棚肥等中微量元素 预防裂果 提高品质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 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